他的卷宗被封存了近三十年 当地村民至今谈案色变 在他破旧的据作下 是三个巨大的藏石坑 受害者一马柴河的方法堆叠 投足彼此交错 整齐而紧凑 一言望不到底 经验丰富的法医也对着噩梦般的景象感到毛骨悚然 心理结束 最大的藏石坑找到了多达33具尸骸 遇害者总数达到了48人 中央书记胡耀邦 公安部部长刘福之亲自提示 务必将这桩大案查个水落石出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提显亲自带队 进驻陕西省商前进行查案 谁也想不到 凶手犯下这等暴行 只为573元 他的名字牢牢占据着新中国头号刑事大案的席位 他就是龙志民 1941年 陕西商前迎来了他们的噩梦 龙志民降生了 他的一生 好事没做多少 坏事没有少做 由于是家里的独子 父母对他极为浇惯 不管龙志民创下什么大祸 他们总会以龙志民还是一个孩子为由搪测过去 林李念及勤奋 往往不再计较 这极大助长了龙志民的嚣张气焰 等他长到六岁 母亲去世 父亲整日下地劳作无人看管 龙志民创起祸来更加肆无忌惮 龙父觉得 应该让儿子有一个一技之长 于是将龙志民送入小学读书 小学中龙志民年纪最大 身材却最小 多次遭到同学戏弄 龙志民对周边所有人怀恨在心 以至想方设法进行报复 时间来到1966年 龙志民终于得到了机会 他牵挂红袖张阵地高呼 拉扯起一支不小的队伍 龙志民带着这支小队四处打架结舍 清洁以往的怨气 但很快 村里正规组织开始筹办 龙志民的土匪作风遭到批斗 他也差点被五花大棒压上台 见他大势已去 胡旁狗友坐鸟受散 龙志民更加敌视社会 当时的商线实行人民公社 龙志民拒绝出宫 拿着生病的名头 要求生产队为他记下公分 生产队不愿见他饿死 照旧分配给他口粮 他却懒得去背 还是村里将这些东西送到龙志民家 龙志民保时中日 逐渐动起歪行死 1977年 他将一个痴呆女子绑到家中 数日后民兵路过听到哭喊 才将女子解救出来 1978年 龙志民在亲友撮合下 和患上脑膜炎瘫痪的严树下结婚 亲友希望婚后他能承担起责任 努力回归正规 按事与愿违 龙志民屡教不改 亲友对他逐渐疏离 慢慢地不再和他往来 龙志民靠着混大锅饭 一直苟活到1982年 这是商线实行家庭连产成包则认质 不愿自己动手的龙志民 走上了另一条路 从1983年起 陕西商线怪事不断 接连有人在这个芝麻大小的地方神秘失踪 两年间 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失踪者 达到了37人之多 最后一个报案人 叫杜昌年 1985年5月16日 他早早起身 拍醒弟弟杜昌英 两人一同去县城 给猪买豆饼 买完豆饼 杜昌英让哥哥先行回家 自己去找点活干 家中实在贫苦 杜昌年也不做推辞 直到第二天 弟弟仍没有回家 乡下的活鸡不可能干一天一夜 杜昌年惊慌失措出门寻找 找了十多天没有丝毫线索 5月27日 杜昌年又一次找人无果 路过县造职场 向表弟侯怡婷大吐苦水 表弟一听杜昌英十多天违规 发出一声惊呼 神色异常严峻 原来就在前一天 有个男人拿着张价值1.85元的条子 找他换钱 条子上的名字正是杜昌英 侯怡婷问那名男人怎么回事 对方只说 杜昌英欠了钱来账不还 被他在街上堵住 不得以支架给了他这张挑子 现在看来 杜昌英大概凶多吉少 杜昌年不敢怠慢 拉着侯怡婷跑到公安局报案 县里公安局正在投打 一个黑脸小伙在局子里大吵大闹 分明也在找人 5个月前 他的堂兄江三河神秘失踪 1985年元旦刚过 黑脸小伙和江三河坐火回家 普京西关车站 被一个老农拦下 老农向两人提出 挖猪圈 一天五元 这份工钱远超市价 江三河连忙答应 跟着老农走了 这一走便一直没有回家 小伙到公安局闹了五个月 公安局迟迟没有回音 看到杜昌英也来找人 索性拉起杜昌英 去江三河失踪的车站蹲守 一段时间后 人群中的一个人吸引了侯怡婷的注意 这人正是找他对调子的男人 小伙也确认 就是这个老农 将唐哥江三河找走 三个人迅速走到对方身旁 将其按下 并迅速联络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得知两桩失踪 都和一个人有关 立刻决定将其收押 调集档案后确认 老农是当地的龙志民 龙志民面对询问 大方承认杜长英的调子是他拿的 但不知道杜长英的最终去向 他同时确认 江三河也是他招走的 但干完活就走了 只在他家住了一夜 龙志民的口供十分合理 看着这位身材哀笑 老是芭蕉的农民 警察犹豫要不要将其放走 最终决定先行受押 第二天去龙志民家里看看 这一看 却让许多警员铭记一声 地窖挖出48具尸骸 一个排的军队鹤枪实弹 封锁了藏尸现场 另有一个连随时逮命 军分区直接进入战备状态 全国人大副委员场陈梯贤亲临 侦破这场连缓杀人案 成了陕西的工作中心 专案组主要调查三个问题 龙志民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有梧桐毛 被害者为何不反抗 搜遍龙志民的住宅 将龙志民联系过的 一千多个人全部排查后 警方惊讶地得出 这名身材瘦小的老汉 他的杀人帮凶只有一个 瘫痪妻子严属下 两人究竟是用什么办法 能先后杀害 37名男性和17名女性 审讯之后 警方查明 龙志民夫妇从1983年开始 便游荡在车站等人留密集场所 以高价劳工 免费旅店等名义 将外申人骗到家中 为了打消这些人的防备 骗回家后 龙志民还会找点活迹 让这些人帮忙 当他们干到傍晚疲惫不堪时 再将他们留下歇息 一天的劳累后 这些人往往睡得很沉 龙志民于是让严书夏负责照明 自己拿着钢锥猛刺受害者头颈和心脏 将人杀害后 妻子严书夏负责搜刮财物 龙志民则着手剪掉受害者头发 他认为头发不易腐烂 不便于藏尸 1983到1984年 两人作案比较收敛 但到了1985年 这对恶魔夫妇五个月就杀了36人 龙志民还又是三人与妻子发生关系 然后趁他们熟睡将至杀害 为了探究龙志民的杀人动机 专案组专门从西安科技大学和西北政法学院 请来专业人士 对龙志民进行精神检定 结果显示 龙志民心智正常 逻辑清晰 在人类当中属于聪明的那部分 很明显 龙志民每一件事背后 都有他独特的理由 专家和龙志民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对话 龙志民的回答让每一个人毛骨悚然 专家问 为什么杀完人要把受害者衣服脱了 龙志民答 人死了不穿衣服 洗干净穿起来没胃 问为什么剃掉头发 打头发话不了 攒起来还能卖钱 问为何把尸体码放得这么整齐 打后面还会有新的 雷起来不占地方 龙志民家中搜出存折15张 一共获利553元 党专案组学们是否还有别的赃款 龙志民挥了挥手 义正言辞地称自己不为钱财 实在为民除害 杀的都是残场人士 但实际上受害者几乎智力健全 并且是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他对自己的罪行毫不悔改 法院最终判其死刑 得知结果结果后 他连连上诉 只乎想不通 皇朝杀了800万都没判死刑 而他只杀了这一点就要死 他的上诉被最终驳回 1985年9月27日 龙志民夫妇押抚刑场 执行枪决